Hello 大家好 我是海洋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十二生肖2020年 庚金止水年如何来开财运 然后呢 每一个生肖呢 到底会有发生什么样的急凶祸福 老鼠年呢 就是十二生肖的开头 所以呢 我们在十二生肖的开头呢 第一个呢 要注重的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在老鼠年呢 就开始有望运 财运 好运 富贵运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的运势不好的人呢 要怎么样趋吉避凶 等一下海洋老师会教你们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呢 庚金止水年叫做金水相生之年 财新又落在生 所以呢 今年整年度呢 都跟金有关 天干是庚金 那财库呢落在生 那叫做在侯的宫位叫生金 所以呢 天干地支都是金的时候呢 就整年度呢 我们都跟金扯上关系了 金它代表的是财富 金钱 还有呢 所有的跟金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贵重宝石 黄金 这些都算是金 那金器银器都算 所以呢 在2020年呢 只要跟这些有关的生意呢 事业呢 都会比较好一点哦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的衣服要带点金 那这个你的配件 像我这个耳环带点金 那所以呢 不管你的衣服配件呢 都带点金的话呢 或者带一个金色的戒指 金色的项链都可以 金银都可以 不一定全金的 因为金跟银都差不多 带钻石也可以啰 好 带宝石的话 那要带红色的 我们来看呢 今年香葱是属马的 老鼠冲马那代表什么 水火之客 水火香客的话呢 叫做无情客 这个无情客呢 第一个呢 冲击到的就植物宝油 这四个生肖 好植物宝油这四个生肖 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有 那就是桃花四败地 桃花四败地呢 通常一般来讲的话 在斗树里面啊 或者生肖里面的话呢 桃花就是人际关系 跟你的桃花有关系的 都叫桃花 好 男女之间的桃花 现在有男男桃花 女女桃花 这个都算了吼 因为我们台湾是第一个亚洲国家 可以同性结婚的 好 所以呢跟桃花有关的 不管是男女关系 男男女女关系呢 都一样的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呢 呃 桃花也代表是人际关系 所以在今年2020年 大家要特别注重人际关系 因为人际关系都被冲被克的 同时也代表说 在整个年度里面呢 人际关系是产生背离的 产生纠纷的 产生麻烦的 而且呢感情上呢 也会比较有冲击性大一点 比如说你烂桃花会特别多 然后呢 因为桃花起争执 桃花起纠纷 桃花起官司 人际关系 起纠纷 起官司 都一样的喔 所以我们在2020年呢 要特别注意呢 人际跟桃花关系啰 那桃花一旦被冲克的时候呢 就是要注重呢 怎么样相处和谐 人际关系的协调 这个非常重要喔 其实在2020年呢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财运喔 因为老鼠年呢 财运最重要喔 如果你在这一 今年的财运不好的话 未来可能这12年 运势都不会太好喔 但每一个人呢 他的运势有起有落喔 那不是每个月都一样的 也不是每年都一样 但是我们在老鼠的开头年呢 一定要让他变好喔 所以我们财运要特别加强 第二个呢 我们要加强我们的事业运喔 事业运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呢 是不是可以升官发财啦 或者呢可以步步高升啦 甚至呢你可以呢一飞冲天啦 事业运其实就会待望财运喔 所以事业很重要 但是财运不一定跟做事业有关系 第一个可能做投资啊 理财啦 甚至呢家人给你的啦 甚至呢你得到什么 掌上的余印啦 比如说诶就是分家产啦 那财运其实不见得通通都是跟事业有关系 但是呢 可能也有那种爆发财就是什么 呃 比如说中乐透啊 中奖啊 这个跟财运都有关系 所以财运它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的财 事业运就不一样了 事业运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的 第一个是投资 投资事业喔 比如说我开店展店啦 甚至呢我开工厂啦 我要赶快到海外去布局啦 这个都跟事业有关 那如果说 你在今年的事业运更好的话呢 运势就会改变喔 所以呢要加强这两个部分 那当然呢 做事业是不是要很多贵人来帮助你呢 所以今年2020年 我刚才讲过了喔 贵人很少 小人很多 那既然要防小人的话呢 第一个我建议大家带违戒喔 你看我每天都在带着违戒喔 为什么 知道自己运势啊 所以带着违戒提示自己呢 不要得罪人家啦 所以呢在今年2020年呢 提示大家就是说 贵人都会变小人喔 所以要特别注意小人特多喔 那接着下来 桃花贝克 桃花贝克人际关系背离嘛 所以要特别注意 人际关系的协调 还有人际关系的合作喔 那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呢 你运势就不会旺喔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人际关系上面加强喔 那当然我们的贵人运啊 桃花运啊 这些都跟这些 2020年有关系 2020年的桃花呢 其实呢 基本上在每一个月都会不一样 每一个生肖也会不一样 所以帝下会逐一来告诉大家 每一个生肖的 这些财运、事业运、贵人运、桃花运 以及健康运喔 另外的话会提示大家呢 怎么样改运法 还有你的幸运颜色是什么 谢谢大家 接着下来我们来讲 鼠龙的2020年的财运、事业、贵人 以及桃花、健康、五大象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今年来讲的话呢 2020年呢 应该说生子成三合 老鼠呢 跟龙、跟猴是三合 所以呢 龙呢在今年也是一个新的转运年 三合是一个好的运势 所以呢 应该说农历的三月跟七月呢 在这个月份当中呢 对龙非常好 所以呢 应该说 在上半年呢 三月份开始呢 你的运势就开始转好了 那当然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最主要是今年呢 你的财运 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好 属龙的呢 在今年呢 应该说没有特别的行客 我们看一下吼 文昌今年落在亥的宫位 跟你没有关系吼 就是说文昌云吼 那进入呢 因为2020年的这个羹呢 是在生 所以呢 对你来讲是有很大的注意哦 因为财星落在你的事业功 所以应该说属龙的朋友呢 在今年的事业上面 如果奋花图强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有大有斩获 而且呢 可能你以前那些不顺的 或者呢 已经延宕的 或者已经胎死腹中的 都可能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新的转机 所以呢 应该说 在今年来看的话呢 对你来讲是非常好 那但是呢 因为你的队公有一个红燕煞 所以你在外出运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哦 红燕煞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呢 属狗的位置是有个红燕煞 那代表说你今年比较容易有 找到一些烂桃花的倾向 那这个烂桃花对你来讲 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一月份 那应该说你今年的 2020年的一月份是雾燕月 那这个月呢 陆在世 那在父母公哦 那也代表说 你如果是上班族 你要好好的跟你的长官 跟你的父母 好好的这个 做好人际关系 当然对你来讲的财运就会更好 其实父母公划陆的时候非常好 代表什么 你只要把人际关系做好 还有呢 你在职场上面呢 老板总会看到你 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甚至呢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的话呢 你的这个很强而有力的表现呢 在这个时候呢 得到很多人对你的认同 尤其是CEO你在今年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如果说你要到跟人家洽谈合作啦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新的开发案啦 在今年来讲的话 应该都不错一月份哦 好那二月份呢 吉保月呢 陆在五 在你的福德工哦 好那也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有双财 马上封头 所以呢 应该说 如果你现在呢 急着要去做一些更迭的事情呢 更变 更动的事情呢 在这个月呢 是要立马 快马加鞭的去处理 如果这样的话呢 很快的你会达成你的目标 还有呢 可以达成你希望的一些 这个合作 那所以在这个月当中要快马加鞭 如果你到海外去的话是可以的 因为呢 这个月的财星在马的工位也代表说 你可以往海外去发展 有些人呢 在海外开公司布点 甚至呢拓展事业开工厂 在这个月 属龙的朋友是还不错的 如果你有一些业务所求 比如说去做餐展 或者呢 去跟一些新的厂商合作 在这个月对你来讲都非常好 所以应该说 属龙的朋友你看一、二月 都运势相当不错 上班族在一月份会比较好 做生意的在二月份会比较好 不管你是开公司开店面 二月份对你来讲都很好 好三月份到你的本命月了 财星双龄 那农历三月财星双龄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是更成月嘛 那更成月你看哦 今年又是更子年 哇恭喜恭喜 这个比过年还开新的事情 就是双财进入在你的三合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在农历三月呢 你可以获到很大的利益 比如说你可能有很多东西 辞职很久的事情 没有办法处理的 在这个时候呢 忽然间接到很多订单 或者呢你工厂呢 已经来不及呢 给订单的那个状况 那也代表说你在这个月当中呢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钱财的收入 或者呢你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或者年初的时候呢 农历在一二月的时候呢 你应该收的款项在这个月呢 就会收到 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要加码投资 在这个月呢 是不错的 只是你要审慎的 把你的钱财理得更好一点而已 另外的话呢 还有人会来跟你借钱哦 好因为钱很多的时候呢 你总是喜上眉烧嘛 大家都感觉 你气色不一样了 然后你有时候不经意的 透露出说 啊我赚了不少钱哦 所以呢 如果你的亲朋好友呢 要来跟你借钱的话 你自己慎重一点哦 好 那露在山的话也代表什么 有空亡运哦 这个空亡运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空失幻想哦 不要想说哦 我这单做了很多 然后呢 我现在有一千万的订单 我可能下一次就会一意错 讲错的原因是 要让你提醒你 不行这样子 因为哦 露空是什么 财心进来以后 你就会变成空亡 空亡是什么 空思幻想 好了 一千万变成两千万可以啦 不过一千万不能变成一亿啦 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获利空间啦 所以你在三月份的时候 你要不要做白日梦 不要做大头梦 好不好 这是给你的建议啦 好 那三月份是最好的一个月啊 好 因为刚好在成的月份 那成的月份今年呢 最喜欢就是 成旭丑味哦 成旭丑味的月份 对大家都很好 所以土象星座的朋友啦 或者是属龙的 属牛的 属羊的 甚至呢 属狗的 这四个生肖都很好的 好 四月份 农历四月份 新四月 露在有 哇 在你的贵人位耶 这个哦 在鸡的宫位 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以呢 好运加倍 好 如果说 因为这个是五合 哦 你看哦 财新三合落在生的宫位 五合落在有的宫位 那是不是怎么样 哇 这个哦 天上哦 掉下很多金银财宝在你身上了 哎 属龙的朋友在今年是不是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恭喜恭喜哦 你去年应该蛮贝的嘛 然后蛮闷的 去年应该说你不是 你就是受限了 好像农困浅贪的感觉 然后呢 好像有财 有长彩不能花费 然后呢 好像都要快自闭剩了 然后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 如 如你所愿 但今年不一样咯 2020年就是你的好运年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五月份呢 任五月 露在害公 露在害公哦 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呢 也代表什么呢 呃 也代表说 你在这个月当中呢 你对钱财上面要特别谨慎 呃 不要有太多的加码投资 哦 那因为在这个位置上面来看的话 露在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露在害 容易呢 呃 有错失良机的意思 那也代表说 你可能呢 呃 把钱送给人家用了 哦 那或者呢 你投资有一些损失 哦 对你来讲并不好 哦 因为呢 朋友公得财 并不是你得财 哦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哦 六月份呢 睽未月 露在子 哦 这六月份对你来讲是很好的 你看哦 你今年哦 总共有四个月份是超级好的 哦 三月份有两个财 四月份呢 有五合的财 然后六月份有三合的财 哇 这个是什么 事业加财都非常好 所以属龙的朋友真的是 哦 应该说 得天兵天降来扶持你 然后呢 上天对你特别好 哦 到 所到之处皆有财运 那所以呢 你今年可以好好的在钱财上面呢 着力一下 哦 好 那也可能有爆发财 为什么 上半年居然有四个月有这么好的财运的话呢 你只有两个月要小心一点点而已 哦 好 那也代表说你在今年的上半年呢 是 应该说财运第一名哦 叫你第一名 恭喜恭喜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呃 刚才讲过了哦 农历的几月份都告诉你了 贵人呢 呃 应该说你的贵人运要到下半年才有 那上半年还是要靠自己 不过呢 因为你有三合的吉星高照 所以呢 只要不要空事幻想的话呢 其实贵人还蛮容易出现的 今年小人会减少很多 不过呢 呃 你可能呢 不要太空事幻想 因为 路跟空坐在一起什么 会财去人空哦 所以呢 你特别要小心这个问题 好不好 呃 不要跟人家有些争执啦 吵架啦 之类的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桃花孕 桃花孕在八月份才会出现哦 那植物宝油的话呢 二月份的桃花对你来讲 哦 不可以拿来吃的哦 那代表说 你如果认识新的对象在二月份呢 不适合当作呃 交往结婚的对象 好 那五月份的桃花稍微好一点哦 农历五月的桃花比较好 所以呢 二月跟五月的桃花对你来讲的 有有所不同哦 那五月份桃花会比较好 那也代表说你在五月份呢 认识的新的对象 或者呢 呃 谈得来的朋友呢 在五月份会出现啦 出现哦 那就说你的异性缘在五月份 会比二月份更好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当然你的今年的本命年的桃花呢 是在八月份 正元在八月 五月跟八月都不错啦 五月跟八月都不错 那十二月也不错 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 人家桃花贝克 你桃花还是蛮旺的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呃 肾衰竭啦 或者肾脏疾病啦 或者是 呃 可能你的平常没有注重健康的话呢 呃 肾结石啦 哦 例如猪子此类的 哦 那游泳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羹的话是跟水有关哦 所以你在今年的话呢 游泳要特别小心 好不好 哦 健康上要特别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呢 你要特别的改运法是什么呢 比如说 桃花虽然很多 但是这些桃花对你来讲呢 对事业并没有帮助哦 对事业并没有帮助 那你今年的喜 呃 喜记颜色来哦 告诉你哦 男孩子的话呢 比较适合穿一些带金色系的 金黄色系的 哦 有配件的衣服 好不好 比如说领带 或者呢 你的皮带带点金色的 不要用银色的扣环 用金色的扣环 那就会更好运势哦 另外的话呢 呃 你可以穿一些呢 比如像是 呃 浅紫色的水蓝色的米白的 白色的哦 对你来讲都很好 男人的话哦 那女性的话呢 因为是属龙嘛 属龙的话 她是比较高贵的哦 她就要穿比较高贵的颜色 比如说像浅紫色的啊 哦 带点红色的啦 红色系的啦 紫红色的啦 哦 或者呢 橘红的哦 你不要那种 非常红的那种辣椒红就可以了 哦稍微稍微暗一点点的不是太红的辣椒红 哦 那这样的话呢 运势就会很好 那当然如果你要桃花的话呢 建议你带一点玫瑰金的颜色 富贵桃花 玫瑰金哦 像你的皮夹啦 皮包啦 都可以用 用点玫瑰金色的 你的衣服的配件啊 那头发哦 像我这个头发带点金 有没有看到 带金 那个发扫的位置带金 那就是看起来比较有那种富贵之气 好不好 所以呢 给属隆的男女朋友呢 一些建议是不同的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你们在今年呢 2020年上半年 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如果说你要安太岁点光明灯也可以 海洋老师有帮大家做服务 今年会点在十定五路财神庙 当然你要点财神灯也可以 基本上呢 我们在讲说 运势要好的时候呢 要乘胜追击 运势不好的时候 要韬光养晦 好不好 那你不再龙困浅贪 恭喜诸位啦 属隆的朋友 如果喜欢的 帮我按赞跟分享哦 来 我们接着下来看一下 好 属隆的 戊成年是1928 跟1988年生的 好 庚成年生的是1940 跟2000年生的 任成年是1952 跟2012年生的 好 甲成年是1964年生的 那秉成年1976年生 好 其实这每一个出生年的天干都不一样 有没有看到天干不一样 好 甲年出生的跟更年是合的 好不好 所以更年出生的 跟甲年出生的 在今年上来讲的话很好 任年是属水的 水比较旺 比较容易破财 好不好 比较容易破财 要特别小心 因为润水太强了 没有土来克不行 那如果是层的话是土 所以你多用褐色系的东西 比如说 家里多一些土壤的树木 有土壤的才行 不是光浇水的花 瓶 好不好 要有那个盆栽 对你来讲就蛮好的 有土 有土 有石有柴那种有土的 那当然如果说 你的风水化要挂的话 一定要有山的 有山的 有太阳的 才能够突破万难 好不好 山就是步步高升的意思 我们能够立到山顶 也代表说什么 你是一条空中角龙 好不好 云中之龙 那所以呢 物物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呢 朋友之间亲人关系 并不是很好 还有呢容易呢手脚痠痛啦 或者骨折啦 意外的话呢 就是车子擦撞啦 模特车擦撞啦 要特别注意哦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庚层年的要注意水关 比如说你今年要特别 海边啦 坐船啦 游泳啦 甚至呢 都比较容易有这类的事情发生 好 刃层的话也是属水 庚层 庚层其实 庚层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开车要小心 庚层有关的东西 都要小心 好 认诚的话是属水的 好 假的话是属木 那属木的话呢 比如说 因为 金来克木嘛 上半年的天干是金克木 那就也代表说 你在上半年要受到淬炼 你要改变 改变你的心情 改变你的心性 改变你的做法 改变你所有的一切 然后愿意被雕琢 那就是自我要求要高 好不好 呃 我们从讲话开始 从 呃 应该说 佛家讲的是耳鼻舌心意嘛 好 耳朵听到的 有时候不要乱讲 好 眼睛看到了 也不要随便乱说 看到就算看到不能乱说 好 那意念上呢 要有一个正能量 好 那所以呢 假木呢 是要被雕刻的 呃 这个木不雕不成佛 心不刻呢 就不会成气嘛 所以呢 假成年在今年来讲的话 就1964年呢 是要改变的 好 秉承的话呢 在事业上面 要特别小心 心脏血管疾病会比较多一点 好 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吗 下一页 好 那如果喜欢的呢 请按赞跟分享 好不好 在YouTube上面按订阅 免费的 FB可以加到海恩老师的FB 好 谢谢大家 拜拜